小明對媽媽說 我快被女朋友氣死 昨天聖誕夜要請她吃個簡餐 她就一定要去吃牛排 媽媽講她要吃就請她吃啊 對女朋友要好一點 小明問為什麼 媽媽講 畢竟她是全世界上眼睛最瞎的人 你看 知子莫若母 母親知道小明是什麼樣的貨色 居然還有女朋友看上她 真的 對這個全世界上最瞎的人 應該要請她吃牛排 我們學佛的人真的講實在話 你真的到了一個境界 你對這個世界不會貪的啦 不會啦 什麼貪啊 沉啊 你也不會生氣啊 你氣什麼氣 都是笨的要死 你跟她氣有什麼用 你氣不是跟她同樣一樣笨吧 所以也不要生氣 因為你生氣啊 你真的對那些很瞎的人 你還生氣 生什麼氣 不用生氣 你也知道她們很瞎嘛 你也知道她們很瞎嘛 所以 貪也沒有了 你貪什麼 貪到最後都是空啊 沒有什麼好貪的啦 你生氣什麼 你生氣什麼 因為都是很瞎的 你跟她生氣也沒用啊 不用啊 余知 對那些笨的人 還有什麼好講 算了 余知也沒有了 也不要爭 你爭來爭氣還是爭 你 很多人是這樣子的 很會爭 很會爭 這很會爭是什麼東西啊 自私啊 你自私才會爭啊 你為了自己啊 就是為了自己才會爭啊 那這是自私耶 你們邪佛的人 心量很寬敞 心平氣和嘛 他也不貪什麼 這修行啊 這時候才是真正的修行啊 真正的 所以師尊有講過一句話 師尊絕對不會去告人 只有被告 不會去告人 為什麼我敢講這句話 我告你就是我跟你爭啊 那我不是為了自己嗎 那我不是為了自己嗎 眾生都是佛啊 他們將來都會 將來都可以成就啊 都有佛性啊 你是告人家的 告那個佛性幹什麼 讓人家受苦幹什麼 你邪佛不是要給人家快樂嗎 慈悲啊 慈就是給人快樂 解決人家的痛苦 翻翻洗洗的去做 我平等跟眾生 我跟眾生平等 沒有分別 就是捨啊 平等捨啊 那你修行 你還是告人 你為自己啊 你自私啊 你才會去告人啊 笨蛋 所以我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 盧師尊絕對不會去告人 寧可自己被人家告 受辱無所謂 我絕對不告人 我在台雷發過這種事吧 我絕對不告人 因為告人就是你自私 你才會去告人 你為了自己的利益 才去告人 平等啊 懂嗎 心啊 寬寡 針來針去 在針頭上針 在鍋扭的腳上在鬥針 沒意思 我把你賠償